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从创始以前 你就拣选我们 要作为你的弟兄 在神的家中 是有这么的一份 主啊 谢谢你的 特别的拣选 我们也愿意 在你的家中 是尽忠的 是向你负责的 也是向你活的 也是来讨你喜悦的 主啊 主啊 我们今天的讲座 求你来对我们 每个人的心说话 我们奉你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要来看 圣经中的人物 第102篇 今天的题目是 摩西为神的家中信 在旧约时代中 神拣选了几个重要的人物 为神的经文 立下了里程碑 第一个 就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 造了亚当 他是第一个人 也为他造了女人 来做他的配偶 这个整个过程 预表 基督与赵慧 就是那极大的奥秘 然而 亚当 悖逆神的吩咐 因为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 而使罪 进入了人类 使他的后裔都陷入 悖逆犯罪里面 无法自救 只有等候 女人的后裔来到 过了 人类的二时代 神放弃了 堕落的亚当族类 呼召了亚伯拉罕 开始了一个新的族类 就是信心的族类 这第二个人物 是亚伯拉罕 神要亚伯拉罕离开 那拜偶像的本地 亲族 富家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去 那个时候没有地图 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应的信 蒙召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唯业的地方去 他出去了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因着信 在应许之地做客 好像在异地 与承受同样应许的 以撒雅各 一同居住在帐篷里 因为他等候 那座有根基的城 其设计者 并建筑者 乃是神 神应许给年老的亚伯拉罕 两个重要的应许 就是迦南美帝和后裔 在创世纪十二章七节 神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所以给重要的应许 就是这两样东西 并且这两样东西 是连在一起的 旧约圣经是用西伯来文写的 后裔这个字 就是种子 种子必须落在一块土地里 才能够生长 因此亚伯拉罕的后裔 必须在这块应许之地 才能生长 来达到神的计划 神也预言 亚伯拉罕的后裔 必定会寄居在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然后神要惩罚他们服侍的那国 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 从那里出来 进入应许之地 在神拯救亚伯拉罕后裔的时间 将要到的之前 神安排了好几个人物 来成全摩西 使他能够平安地出生 受教育成长 逃离埃及 被破碎 然后呼召他前去埃及 带领神的百姓离开埃及 所以第三个重要的人物是摩西 神界的摩西与埃及法老的对抗 设立了逾越节 逾越节预表 基督的救赎 消灭了法老的军马 预表基督的得胜 也带领百姓行过旷野 淘汰掉不幸的第一代 以蜀天的玛拿和活水供应他们 预表生机的救恩 将他们带到约旦河边 准备进入应许之地 在西乃山 神颁布了律法 给摩西和以色列人 这个律法一般称为摩西的律法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反对他的宗教家 设法在他的生活工作上找把柄 来杀耶稣却找不到 只好挑剔说主耶稣的行事 违反了摩西的律法 例如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主耶稣生病了很多年的一个人 但是那些宗教家说耶稣违反了安息日就想要来杀他 虽然这些挑剔基督的人是自己不明白律法的经意 却由此可见摩西和他所宣布的律法 在以色列人心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甚至反对基督的人 竟都可以用他来作为借口 来指控耶稣的不适 主耶稣说摩西岂不是赐律法给你们吗 你们却没有一个人遵律法 摩西就是赐律法给神的子民 连主耶稣都这么来宣告 罗马书十当事解 原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凡信的都得着义 基督来成全了律法 并且了结顶替律法 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神的义 就是基督自己 今天我们要来看神对摩西重要的评语 就是在神的家是忠信的 摩西是神的仆人 神称他在神的家是忠信的 这个仆人的称呼和在神的家是忠信的 是神亲自说的 这是在哪一个状况下发生的呢 在明书记十二章一到二节上 米利安就是摩西的姐姐 亚伦摩西的哥哥 因摩西所娶的古识女子就毁谤她 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识女子 他们说 难道耶和华只借着摩西说话 他也不借着我们说话吗 摩西娶了一个古识女子 这件事引起了圣经学者的研究 有以下几个看法 第一个看法是摩西的妻子希伯拉死了 摩西就另娶一个古识女子 但是圣经中没有记载 摩西有另娶的事 而且摩西受神猜浅回埃及的时候 是带着希伯拉和两个儿子去的 摩西和法老对抗 大约有半年之久 终于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来到神的山 就是西南山的时候 出埃及十八章 记载了一件事 也让我们看见摩西是在神的家中 是忠信的 出埃及十八章一到五节 摩西的岳父听见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 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 就是摩西从前打巴回去的 又带着希伯拉的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 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 摩西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一面寻求神的带领和指引 一面又要去埃及的王宫和法老交涉 一面又要说服鼓励以色列人 这许多事都已经令摩西盲透了 不能够顾到自己的妻儿 另一个原因 可能因为希伯拉是外邦人 连为儿子行割礼的事都不同意 所以在他们前去埃及的路上 神逼迫他们非要给他们的小儿子来行割礼 为这件事情 希伯拉是很不高兴的 所以他回去了 他怎么能够习惯和天天做苦意中的 希伯拉人住在一起 而且 以色列人的人口增加得很快 哪有多余的住处给他们一家人住呢 可能就是为了以上的这些原因 摩西把神的使命放在第一 只好把妻儿先送回娘家去了 现在摩西的岳父听见神做了大事 而且还分开红海 淹没了法老的军队 摩西已经带领百姓出了埃及 就带来希伯拉和两个儿子 让一家人在西南山下团聚了 从希伯拉和两个儿子来了 到米利安毁谤摩西 大约只有半年左右 不太可能希伯拉就死了 并且摩西在这个时候 怎么会有闲情益智 另外娶一个古时女子呢 还有 摩西带领出埃及的 绝大多数是以色列人 这里面虽然有很少数的闲杂人 但是要从他们中间 特地去找一个古时女子 那还不是容易的事 所以这个时候摩西 因为希伯拉死了 摩西另取的解释 是讲不通的 从希伯拉跟着摩西下埃及 然后因为不适应 或者是摩西太忙了 他就回去了 现在百姓已经离开埃及 到了神的山 然后希伯拉和儿子再来的事上 可以看见摩西为了神家的事 忙得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家 神都看在眼里 所以神就称许他 在神的家是中性的 今天我们为神的家所摆上的 虽然别人看不见 但是神都纪念 第二个解释 是在那个时代 古时这个称呼 包含了阿拉伯半岛 也就是希伯拉这米甸人的家乡 所以摩西并没有另取 而是米利安和亚伦 因为嫉妒小弟弟的地位 却找不到摩西的把柄 就拿摩西取了一个外邦女子的事 来做文章 来毁谤他 这个解释比较可信 然而米利安和亚伦 毁谤摩西的理由 看出他们的机场鸟肚 摩西因为要救他的同胞 杀了埃及人 跑到外邦人那里 一路上的艰辛苦楚 没有人知道 而且摩西连个妻生之处 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被米甸祭司收留 还把女儿嫁给他 让他能够存活下来 就是为了日后 能使神有一个合用的器皿 来执行带领百姓出埃及的大任 他那个时候 哪有机会找到一个西伯拉女子结婚 但是米利安和亚伦 只看见摩西征服了法老 一路上风风光光的带领百姓 又和耶和华神如此亲近 肉体的嫉妒就冒了出来 却又找不到摩西其他的把柄 只好翻摩西取了西伯拉的旧杖 来毁谤他 但是米利安和亚伦不知道 他们毁谤摩西的时候 这话 耶和华听见了 我们神经在说过 以色列人每次的抱怨 耶和华都听见 他的耳朵好得很 人以为神经人不是肉眼可见的 当我们看不见他的时候 他就应该不知道我们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但是耶和华并不是人造的偶像 他是无所不知的 也是无所不在的 尤其毁谤那忠心侍奉神的摩西 神不会不管的 因为这牵涉到了神的权柄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 明书记十一章 神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 也放在那七十个长老身上 灵停歇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生严 以后却没有再生严 这是为了使这些长老和摩西 一同担着造管百姓的担子 人就顺理成章的 以为属灵的权柄和生严的地位 也是可以分散的 米利安和亚伦没有看到 属灵的权柄和生严的地位 都是来自神 无论是集中在摩西一个人身上 或是分散在七十个长老身上 都是根据神的旨意 而不是根据人的逻辑 过了红海 圣经提到米利安是女生严者 只有一次 亚伦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 他们两人 不管是生严者或是祭司 都是来侍奉神的 但是神并没有把赋予 摩西的特殊生严的地位 赐给他们 神在猜浅摩西的时候 因为摩西说他是左口笨蛇 神就说 你的哥哥亚伦要替你对百姓说话 他要做你的口 你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你的口的意思就是说 他要做你的生严者 除埃及记七章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看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做神 就表示说 摩西是来代表神 与法老来说话的 你的哥哥亚伦 要做你的生严者 所以亚伦只是 摩西的生严者 因此神是先向摩西说话 然后摩西再向亚伦说 再由亚伦来做摩西的生严者 向百姓说 摩西才是神的生严者 亚伦只是摩西的生严者 再者 在与法老对抗 把杖变成蛇的事上 还有降下前面三灾之前 都是神对摩西说 你要对亚伦说 该如何去行 而后面的几个灾 都是由摩西 直接去对法老行了 没有再经过亚伦了 在过红海的时候 在旷野中 每次遇到难处的时候 也都是摩西 直接与神对话 然后行神所吩咐的神迹 当他们到西乃山 看见神的时候 也是神对摩西说话 而由摩西来对百姓生严的 米利安和亚伦挑战摩西的理由 听起来既有道理 也很属灵 他们说 难道 耶和华只借着摩西说话 他不也借着我们说话吗 他们的借口 只是掩饰自己喜欢出头 看见摩西很风光 他们也想夺取那风光的地位 却不肯顺服他们骄傲 嫉妒的内心 因为米利安和亚伦 是神所拣选的器皿 神就要来管教他们 因为他不允许自己所拣选的人 落在肉体的嫉妒里 和属灵的自欺欺人里 所以一面神让他们显露自己的无知 显露出来之后 神就要来对付他们的肉体 明书记十二章三节 摩西这人极其谦和 胜过地上的众人 摩西的谦和 是他中性的第一个因素 这句话也引起了许多的争论 因为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 那么真正谦卑的人 绝不会自己说自己谦卑 言之有理 那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呢 摩西五经 虽然是摩西写的 但是每一字每一句 都是神的呼出 都是神直接启示给摩西 再由摩西写出来的 因此这一句话 不是出自摩西的自夸 而是神对他的称许 神呼召摩西的时候 虽然他起初不愿意前去 但是当他起行了 而且一路上与神对话 也看见了神行了许多神迹 摩西 摩西开始认识了神 也让神认识了他 神看摩西的确是极其谦和 胜过地上的众人 这是从神的眼光来评论摩西的 而且摩西这人极其谦和 胜过地上的众人 这一句话的语气 是由一个旁人所讲的 不是摩西自己讲的 所以不是他自夸的 当摩西的地位受到挑战时 他没有为自己辩驳 也没有向神伸渊 因为摩西认识了神 也知道每件事情神都知道 因为当百姓没有食物 向摩西发怨言的时候 摩西先向神说了 然后对百姓说 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 他都听见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 乃是向耶和华发的 每一次事情发生了 摩西立刻就借这机会来认识神 而不是无知愚蠢的 就让事情过去 因此摩西就能在被毁谤的时候 谦和 不需要为自己争辩是非 而是把一切都交托给神 在安静中 等候神的作为 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 就不会为自己争辩 而是等候这位 无所不知的神来做事 谦和的人就是温柔的 因为主耶稣说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温柔的意思就是 不抵抗别人的抵挡 毁谤而甘心忍受 摩西在这里就是活出了 主耶稣在山上所说的祝福的话 人若肯把一切都交托给主 不平的自己出头争辩 神就必定负责替人来摆平 我们可以看见 当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的时候 摩西不与他们争辩 而是呼求耶和华 当可拉党背叹的时候 摩西就面福余地 等候神的判断 因为神都听到了 所以在摩西被姐姐和哥哥 毁谤的时候 是神用这句话来证明 摩西是怎么一个人 所以摩西是谦和的人 胜过地上的众人 是神说的 不是摩西自夸的 另外 谦和 这个字在希伯兰文里面 翻译出来还有 Afflicted Miserable 的意思 就是受苦难的 悲惨的意思 不要以为摩西是很风光的 在那里好像是 呼哄怪语的 他其实是 very miserable 是很悲惨 因此这句话是说 摩西这个人 极其苦难 是悲惨的 是胜过地上的众人 的确 摩西根本就不愿意 接受这个使命 不但要和刚硬的法老对抗 还要说服百姓 心平气和的 跟随这位看不见的耶和华 往应许之地去 还要受家人的诽谤 这个苦难 的确令他十分的悲惨 米利安和亚人的嫉妒 是根本不懂 摩西这位与神亲近者 所担负的责任和重担 保罗在第一次外出传福音 建立赵会的回程上 看望刚刚信主的圣徒 他去兼顾 门徒的魂 劝勉他们 横守信仰 又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 许多患难 这些患难 就跟摩西 他所经过的 这些患难 是同样的 保罗在哥罗西又说 因着为你们所受的苦难喜乐 并且为着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赵贵 在我一面 在我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基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 他一生所受的患难 但是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 我们也要来补满 基督患难的缺陷 保罗又在哥林多后书 说 父神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 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自己 从神所受的安慰 安慰那些 在各样患难中的人 因为基督的苦难 怎样满溢到我们身上 照样我们所受的安慰 也借着基督而洋溢 我们或是受患难 是为了你们受安慰 得拯救 我们或是受安慰 也是为了你们受安慰 这安慰叫你们能忍受 我们所受的同样苦难 所以要成为一个服事神的 能够有他的执事 整个过程是有患难的 有各种的苦难 但是这位赐各样恩典的神 也会在患难中来安慰 来鼓励 来带他们经过这些患难 如果我们从来就没有受过苦难 从来没有得过神的安慰 我们所安慰人的话 仅仅是空洞的 没有实际 我们就无法真正安慰别人 我们在患难中 各种的苦难中 得着从神来的安慰 那就是神分赐给我们的基督 那个才是实际 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所经历的基督 去安慰人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以赛亚书说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藏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眼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 苦难 这里讲到 两次藐视 而且还是被人厌弃的 而且是被人眼面不看的 哪知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创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如果不是基督 他受了这些的苦难 这些原先是该我们所受的刑罚 都会归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 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的身上 所以这些苦难 不是白白的 而是他为了救赎我们 所甘心乐意的摆上 同样保罗也见证说 我们四面收压 却不被困住 出路绝了 却非绝无出路 遭逼迫 却不被撇弃 打倒了 却不致灭亡 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 使耶稣的生命 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凡事都是为你们 好叫恩典 借着更多的人 而增多 使感谢洋溢 以致荣耀归于神 所以保罗 他的执事 他在地上的见证 他在神的家来服事 也是根据主耶稣 所走过的角中 似乎在死 看哪 我们却活着 似乎受管教 却不被致死 似乎忧愁 却常常喜乐 似乎贫穷 却叫许多人富足 似乎一无所有 却永有万有 以免我们受到很多的苦难 但是我们里面 却是富足的 却是永有万有的 这是神的生命 这个是那个超然的 复活升天的生命 我要稍微提一下 带领 尼托神弟兄 在属灵生命上 长进的 何寿恩姊妹 她是英国的传教士 第一次来 是一个 拆会 拆来的 那么 何寿恩姊妹来到中国 因为她的服事 得了很多的功效 就引起了身边 其他服事者的嫉妒 就说了一些 毁谤她的话 那么 这些毁谤的话 一定是很严重的 所以就引起了 这个拆会的人 注意 而且 后来就把 何寿恩姊妹 就把她 等于是退职了 打她 她回英国去了 在整个过程中 何寿恩姊妹 没有为自己 辨白过任何事情 因为她学习到了 生命的功课 她后来见证说 如果我们手上的小指头 跟其他的指头 有不合 打架的话 那么整只手 就不能够正常的运作 这是对元首基督 一个很大的一个搅扰 所以她宁愿自己背十字架 不来为自己伸冤 过了很多年之后 那些元先 说毁谤 画的那些同工们 他们良心也受了谴责 就把这次事情 告诉了拆绘 所以拆绘那时候 也觉得好像是 亏待了何寿恩姊妹 然后请她能够赦免 然后也愿意 何寿恩姊妹 再次前往中国去 但是何寿恩 她没有接受 她觉得主 主是要来完全的拆 拆派她 直接的拆她 而不是靠着拆绘 所以主也是负责 何寿恩的执事 他就在第二次来中国的时候 在那里 尼托森弟兄 就被带到他的面前去了 那么尼弟兄那时候 也是高中生 他来到何寿恩面前的时候 一起都有十几位 一起大概年纪差不多的 弟兄姊妹 但是何寿恩姊妹 一直叫她们 学习生命的功课 不为自己变白 那么其他人后来都 忍不住 不愿意再受这生命的功课 所以她们都离开了 可是尼托森 却一再地来到 何寿恩姊妹这里 受她的成全 后来尼弟兄 在她执事 非常兴旺的时候 因为她那时候 拆遣了许多的弟兄姊妹 去到边缘的地方 到内陆去 去开展传福音 然而那时候 教会并没有足够的 这个财务的 援助他们 所以那些弟兄姊妹 他们的生活 还有他们的孩子 几乎都养不活 尼弟兄 出于无奈之间 他就和他的弟弟 一起做了药厂生意 但是这药厂 尼弟兄一去做 就非常兴旺起来 然后又有许多背面的 忌妒的话 毁谤的话 说尼弟兄 爱世界了 到最后 这个声浪之大 甚至尼弟兄 都被开除了 停止了 有六年的执事 尼弟兄 也没有说话 也没有另外 去兴起 另外一处招会 他只在背后 默默地 为将来 继续能够预备 他那几年之间 他也在那边传福音 但他完全没有 兴起另外一个招会 他也预备资金 他也去资助 那些去开展的弟兄姊妹 过了六年 这件事情 终于被 那个上海的弟兄姊妹 知道了 发现他们当时 出于误会 出于毁谤的心 他们恳求 尼弟兄 再回来禁止 尼弟兄就说了一个故事 他说他自己 像一个寡母 底下有许多的孩子们 这孩子们 没有生活上的援助 他的寡母 不得已 只有去再嫁 可以得到 这个财物 来抚养他的儿女们 当时 这些当初 毁谤他的弟兄姊妹 都痛哭悔改 所以在这件事上 我们看见 从摩西 一直下来 我们 在 侍奉神的事上 我们向神 加忠信的时候 也会有 同样的 毁谤 委屈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知道 神 人是看见一切的 他也知道一切的 也需要这些事情 让我们对他的信心 是更加的坚定 把我们身上 所有的骄傲 都能够除去 我们必须先为着主的权益 去受苦 而得到主的安慰和鼓励 然后这种经历 要成为我们属灵的本钱 去安慰别人 这样我们才能够算的是 侍奉神的仆人 否则 我们所有的 只是头脑里的知识 而不是 坐在我们身上的实际 神对米利安和亚伦说 你们中间若有生严者 我耶和华 必在异象中 使他认识我 我要在梦中 与他说话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他在我全家是忠信的 我与他面对面说话 乃是明说 不用谜语 他也看见我耶和华的形象 神并没有向米利安和亚伦解释 摩西在娶外邦女子 世上的对或错 而是宣告 他在我全家是忠信的仆人 属灵的权柄 并非来自人的所有或所作 而是来自那呼召人 来侍奉他的神 米利安和亚伦 自以为他们也能够为神生严 却不知道在拜金牛犊那件 那件惹神大怒的事上 他们在哪里 何况 金牛犊还是亚伦所造 并且还要摩西为亚伦求情 才免了亚伦被击杀 人都是善忘的 而且是忘恩负义 米利安被称为女神演者 带着妇女在红海边上唱歌跳舞 歌颂耶和华 因她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地投在海中 这是在神借着摩西 分开了红海 淹没了法老的军兵之后 而不是在法老追来 为己万分之计做的 生严者必须对神有信心 才能够为神说话 所以米利安作为女生严者 他的信心是在得胜之后 生严者也要说预言的意思 摩西在红海分开之前就说了 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 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拯救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所以摩西是在红海分开之前 就能够说 为神来说话 米利安是在红海得胜之后 才说的 他们的声言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米利安和亚伦的嫉妒心 使他们瞎了眼 说出了无知愚蠢的毁报 米利安被神立刻惩罚 得了麻风 麻风就是背叛的心 可是摩西不记仇 又为米利安和亚伦代求 这是何等的胸怀 摩西能与神面对面的 为百姓迫切代求 使神的怒气消减 也是因为摩西要认识神的法则 能够继续在神的面前蒙恩 因为有这样的恳求 神才愿意与百姓继续同行 第二 摩西不为自己打算 在两件事上 第一是金牛土事件 惹神愤怒至极 在那个时候神对摩西说 你且由着我 我要向他们发烈怒 将他们灭绝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第二 在十个探子抱恶性的事件 神也大怒 又对摩西说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比他们强盛 这里头有两次 神多亲口说了 我要使摩西 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神要惩罚一个人 也会连带惩罚他的子孙 并不是神不公平 其实那些子孙受罚 并非单单因为犯罪的夫妻 也是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他们本身也有许多过犯 圣经说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神在事先说明 要惩罚某人的子孙 对那人来说 已经是一种厉害的惩罚了 因为他感到子孙要受惩罚 就等于自己在那里 一直一直的受惩罚 反之 如果子孙蒙福 那也等于是自己蒙福了 那么现在神说要使他成为大国 那不是他的子孙 他这一个家一直是蒙福吗 现在耶和华说要灭绝以色列人 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 假如摩西有半点自私的心 他就会顺水推舟的说 神啊 这百姓是邪恶的 的确是 阿们 好 就照你的意思行吧 但是摩西 完全没有为自己打算 神在怒气中说的话 他也根本就没有接过来说 反而为百姓向神恳求赦免 求神不要发灭路 把百姓灭了 免得外邦人议论 神没有本事 把百姓安全带去应许之地 并且因为 以色列人这个民族 要包含十二个支派 少一个都不能够实现神的誓言 摩西 摩西知道神的心 虽然是神说的气话 摩西根本就没有接话 摩西认识了神的心 就是爱以色列人 也认识神对自己的话是何等的看重 神的心就是爱百姓的列主 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 他应许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令他们从大地出来 上到美好宽阔流南与密之地 甚至神还启示要赐给你们列主的美地 这里所说的你们 是对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说的 神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他要住在他的子民中间 要得着一个相互的住处 摩西在红海边上 唱胜利歌的时候 赞美耶和华说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 摘于你产业的山上 耶和华这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 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 摩西在那时候就已经预告了 新耶路撒冷的神人互助 神把以色列人从表征世界的埃及拯救出来 要他们成为与他一样圣别的子民 使圣别的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这是神与人共同的住处 如此神得着了一个家 他可以安家在他的子民里面 摩西在过红海的时候 已经认识了神要得着住处 就是得着一个家的心意 就一直向这个目标忠信 所以神要摩西 把他们抱在怀里 读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一直抱到神启示 要赐给他们祖宗的地区 即使以色列人再怎么背逆 玩梗抱怨 摩西一直是为他们代求 因为这些百姓就是神的家人 是神从世上万民中 特地拣选出来做他自己的家人 摩西是一个忠心为神的权益 代求的宗宝 很多时候我们对属灵的事 看得不清楚 对真理的认识非常迷糊 就是祷告 都是为着自己的益处祷告 我们有多少次 是为着神的权益 为着传福音 为着教会的开展和需要来祷告呢 因为我们有为自己的成分在内 就看不见神的权益 我们把自己的好处放在首位 而把神的权益放在次要的地位上 如果自己安好无恙 那就没有必要去祷告了 而当自己有紧急需求的时候 立刻要求圣徒为自己祷告 或者自己也特地跑来参加祷告聚会 但是当危机过了 就不来祷告了 因为我平安就好了 我们真是需要求神把摩西的心 复制在我们里面 第三 摩西听神的话 神怎么说 他就怎么去传 并且要照着山上的样式 去建造藏墓 在对抗法老的倔强 不让以色列人出去时 神都是事先吩咐摩西 该如何去对法老说 要降下什么样的灾害 摩西都是照着说 绝对不会加油添处 把自己的意识加进去 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 接受了神启示 关于帐墓建造的蓝图 和祭师的衣服 这一段记载 在《出埃及记》 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 非常细致详细 例如要用什么材料 长短尺寸 摆在哪里等等 对于我们后人 来读这段话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会略过不读 因为实在是太琐碎 无畏 要知道 摩西在领受这些话的时候 已经八十岁了 而且他又没有今日 顺手的纸和笔 也没有录音机 要把神所说的这些事件 一件一件的详细记住 又不漏掉任何的细节 不加添自己的想法 必须是非常专一 专心一致的来听神的说话 然后把这些细节 都能够牢牢记住才行 会听话 就是一个好仆人 必须做到的事 而在他领受账目的建造难途的时候 他并没有时间立刻写下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 百姓已经造了金牛犊来拜 神是大为发怒 要灭掉百姓 摩西当时第一个优先 是在发怒的神面前 为百姓代求 使神的怒气削减 然后他就立刻下山 去处理金牛犊事件 然后第二天又上山 向神求行 忙了许多天之后 才有时间安定下来 记下神在山上 给他说的关于建造藏目的事 并且要吩咐百姓 奉献财物 又呼召工匠来建造 并且他还亲自督工 保证没有任何的差错 他的心思完全摆在 神交给他的事上 他也关心百姓 也关心神所关心的藏目 这是神要得着的居所 他真是一个忠心的好仆人 摩西还要一丝不苟的 把神所启示的藏目建造起来 因为神特地丰富 你要谨慎 照着在山上指示 你的样式去做 摩西并没有抱怨 我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事情这么多 这太难了 他没有任何的接口 他就是忠心侍奉 他非常听话 顺从 每一件都是照着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摩西查看一切的工作 看了 他们都做成了 耶和华怎样吩咐 他们就怎样做了 还有 神颁布律法的各项典章诫命 关于献祭的各种条例 在立位祭中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 如何处理得了麻风的 还有如何处理患漏症的 伦理常情 安息日 还有七个节期等等 这些也是一般读者都会跳过去的 但是摩西都一样一样清清楚楚地记载下来 除非摩西的心就如同一部影印机 是跟神心心相应 把神所说的都影印下来 才会有我们手上的摩西五经 摩西的心就是神心的复制 这是我们做神仆人需要学习之处 不讲借口 只愿意倒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让基督的话 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心是否记得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如同一张纸上已经写满了东西了 涂满了各种人事物 就没有多少空间留给神的话了 而且我们也太忙 没有时间来读圣经 没有时间聚会 没有时间祷告 愿我们倒空 从脑海中删去 许多不该或不需要记的人事物 除去从世上来的 却不能够存到永远的事物 我们才能够腾出一片豪土 来盛装主的话 也照着主的话去实行 这就是主所称取的精明的人 当摩西在讲生命纪的时候 他不但把神说过的话 清楚的再说一遍 还说出了神心中所想 却没有包含在神所宣布的律法里面的话 例如 当主耶稣被问到 律法上哪一条诫命最大 耶稣的回答 是来自生命纪中 摩西说的 你要全心全魂并全心师 爱主你的神 这是最大的 且是第一条诫命 可是这句话 并不在神前面几篇书中 说过的律法里头 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 对付魔鬼的三次试探 所引用的话 也都是来自生命纪 也都不在出埃及纪或地位纪里头 他第一次回答 是说经上记者 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个经上记得 这个就是摩西说的话 第二次 撒旦来 叫他来从殿的顶上跳下去 耶稣对魔鬼说 经上又记得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第三次 耶稣说 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得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在这三次的试探 主耶稣所引用的话 都不是在 摩西前试卷书所说的话 而是在摩西所说的 生命纪里头 摩西在生命纪中 摸着了神的心 指出了我们该有的反应 我们要全心全魂 并全心施爱主你的神 更把神的话当作食物 不试探神 单单侍奉神 第四 摩西是以神的事为念 当藏墓建造好了 立起来之后 摩西照着神的指示 设立亚伦为祭司 摩西和亚伦为百姓祝福 耶和华的荣光 就向众民显现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烧尽了坛上的 班纪和汁油 众民一见 就都欢呼 面浮一地 但是亚伦的两个儿子 拿达 亚比户 各拿自己的香炉 盛上火 加上香 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反火 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把他们烧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在整个承接圣子的过程中 第八章 摩西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 第九章 亚伦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做了 现在突然 亚伦的两个儿子 看见这么热闹的场面 出于天然的臭热闹 做了一件 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事 献上反火 立刻就被神齐杀而死 原本非常喜乐的场面 因为肉体的线上反火 亚伦高兴的心情 立刻死沉下来 于是摩西对亚伦说 这就是耶和华所说 在亲近我的人中 我要显为圣蝶 在众民面前 我要得着荣耀 亚伦就默默不言 神一面是怜悯而仁慈的 另一面却是十分严厉 而且是严谨的 在亚伦背高 那荣耀喜乐的祝福以后 我们可能会容忍亚伦两个儿子的过失 但是神并不容忍 神在祝福之后 立刻施行审判 我们侍奉神 敬拜神的原则 就是尊敬神是那独一 有主宰尊贵的神 敬畏祂 让祂能在自己的百姓中得荣耀 因此越是亲近神的人 越是要注意神的圣别和荣耀 主耶稣说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就向谁格外多要 越亲近神的 神就越管教 标准也就越高 因为他们要彰显神 代表神来管理 摩西和亚伦的行为举止 就是彰显神的圣别和荣耀 当摩西看见亚伦为了丧子 而闷闷不乐 就提醒他这个原则 于是亚伦就默默不言 收敛悲情 越亲近神 神的要求也越高 藏目的外怨 只要洁净的人就可以进去 而祭司却要用水洗浊 免得死亡 因为奴仆知道主人的义事 却不预备 或者是不照着他的义事行 那奴仆必多受鞭打 所以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越亲近神 也就越认识自己的罪 以赛亚看见神的第一个反应 是承认自己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 承认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他不是承认自己 在信主前是个罪魁 而是承认自己 一直到年老 还是个罪魁 是比众圣徒中 罪小者还小的 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 以利亚撒以他马说 不可蓬头散发 也不可撕裂衣裳 免得你们死亡 又免得耶和华向全会众发怒 只是你们的弟兄 以色列全家 要为耶和华所燃起的火 哀哭 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 恐怕你们死亡 因为耶和华的膏油 在你们身上 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 摩西照着神的吩咐 不准亚伦和另外两个儿子们 披头散发 撕裂衣服 以表示悲哀 亚伦有四个儿子 刚刚上任的第一天 就死了两个 他们也是摩西的侄儿 摩西完全站在神的这一边 吩咐亚伦不能够表示悲哀 意思是承认神如此降伐是对的 如果表示悲哀 就有受委屈的意味了 换言之 摩西是完全喜爱神所喜爱的 恨恶神所恨恶的 神认为要惩罚的 即使是自己对亲的人 是职儿 也绝无怨恨之心 这就是摩西的中心 不单在个人利益方面 不是为自己 在感情上也忠于神 与神是一 也就因为这个原因 当百姓在家庭时没有水喝的时候 摩西可能因为姐姐米利安的死 而心情受了影响 没有完全照着神所说的去行 神说要他吩咐磐石 水就会流出来 摩西却拿杖 击打磐石两下 百姓在家底是没有水喝 神没有发怒 摩西却发了怒 因此他没有把神正确代表 就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神对非常亲近他的人 标准是非常高 也很严厉 我们对他要有敬畏的心 神的公义是不看人情面的 都是一个标准 就是罗马书二章十一节 神并不偏待人 今天不少基督徒 把神所交托给他们的金钱和时间 专为己用 或仅仅是附带的 象征性的为神尽一点力 却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忠不义的 但是摩西乃是全然向神尽忠 并且是为神的全家尽忠 每一个神家中的亲人 他都是照着神的意识来尽忠 摩西在神经轮的历史上 有一份非常重要的职份 在神的家是中性的 我们是否看见神造我们 救赎我们的最终心意呢 就是要得到一般圣别 没有瑕疵的子民 有他的生命和性情 完全属于他 做基督的配偶 做神和人的共同居所 我们今天的生活 侍奉都是朝着这个目标 讨主的喜悦 我们愿意操练 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凡事以主的权益优先 我们愿意做个清新的人 只有一个目标 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要讨主的喜悦 完成神的旨意 荣耀神 我们也愿意做个认识神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人 凡事不自己辩驳 出头 不惹起基督身体上的不和 我们愿意把所有的委屈责难 都交给我们所信的真神 如此 忠心侍奉我们所爱的主 要得主在审判台前的称许 感谢主 阿们 好 我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